因为我想坐在那个位置上 曾经的主持人如今身份大不同 蓝营侯赵配组合首度接受节目专访 我们的侯友宜先生 侯友宜市长会选择赵先生 当您的副手呢 希望大家和平的相处 不要有战争 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好日子 他这个想法顾我满接近 甘愿做侯补人选 就连登记资料都还不完整 出乎意料的是民调指线上升 知识度紧追来消沛 但原本与民众党达成共识的内阁制 会不会就此没了下文 推动内阁制 我们说了就是要做嘛 那所有各党各派 如果大家同意这样一个意见 该修宪该走的路我们就走嘛 虽然总统不能和 但讲好的内阁制 还是可以蓝白一起努力 不过军乐会已让双方留下伤痕 侯友宜更自曝天天打给郭台铭 其实郭台铭我几乎这几天 都有天天打电话给他 他也为两个和平 有这样一个理想吧 所以我很期待说 我们大家还是同心起立 共同牺手合作为中华美国 即便等不到对方回应 依旧表达最大善意 不过对于柯文哲 晋级重提军乐会 抨击蓝营 侯友宜则是说了一句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净新闻众长报导 立刻下载净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感谢观看